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难途 祂的时间不错 请我们打开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 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和工人讲定 一天一钱银子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约在十点钟左右出去 看见世上还有闲战的人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你的 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进去了 约到中午和下午又出去 也是这样行 最后到了黄昏出去 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 原主对管事的说 叫工人都来 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那个在黄昏雇进来的人 个人得了一钱银子 即至那早上 清早就先雇来的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 谁知也是各得一钱 他们得了 就埋怨家族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家族回答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 我不亏负你 你与我讲定的 不是一钱银子吗 拿你的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 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 那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了 我们再看两个地方 旧约的圣经 都在真言书 第一个地方 在真言书第十四章 第三十节 十四章三十节这样说 心中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 是谷中的朽烂 真言书二十七章第四节 真言书二十七章第四节 愤怒为残忍 怒气为狂烂 唯有嫉妒 谁能离得住呢 我们在主的面前 还是一同有一点 仰望的祷告 我们来低头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因为你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 来读你自己宝贵的圣经 让我们有机会 再一次从你的话语中间 让我们更多认识你 更多明白你 我们把每一个讲的 每一个听的 都交在恩主的手上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画下界限 更求圣灵充满 使用这一些的话 让讲的与听的人 同蒙造就 好让我们的父神得着荣耀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是第一节到第十六节 这一段的经文 是很多的基督徒很熟悉 但是也是很多的基督徒 常常读的时候 心里面并不是很阿们的 一段圣经 虽然基督徒有的时候 嘴巴上不敢讲 但是我们读的时候 心里总觉得 哎呀 这个家族怎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 我们希望 今天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来好好的 看一看这段圣经 或者在神的怜悯里面 神能够借着这段圣经 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的神 是一位什么样的神 这段圣经的背景 是一个很特别的背景 在当时耶稣 在地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人 并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机会 所以呢 一些会做工的人 愿意做工的人 想要做工的人 他们在一大早 就会到一些地方 就是在那里 大家等着 如果有人需要 请人来帮忙 就会到那个市场上 去找这些 在那里排着队 等着要做工的人 那么就可以请他们去做工 这一幅的图画 在现代的这个社会 并不是那么常见 但是 我最近也有机会 在中国的一些 比较小的城市里面 我也有机会 在美国的一些 比较乡下的地方 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我就发觉有很多的人 他有很多的技术 他也愿意做工 想要赚钱 但是没有工作的机会 所以他们就会 找一个地方在那里等 有的时候 可以从早上等到晚上 等了半天 没有人来请他 他就挂一个牌子 有的人写说 我是做水泥酱的 有的写说 我是做木酱的 有的说我是做水电的 有的人说 我是可以帮忙 这个整理院子的 有的人说 我可以帮忙 你田里面收割的 各样的人都有 在那里排着 拿了一个牌子 在那里等 等着有人来请他做工 那么这样子的 一个背景里面 耶稣告诉我们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现在有一个人 有一个家族 这个人呢 他一大早 很早就起来了 他就到了市场上 去找这些 要找工作的人 要找工作的人 相当的多 那么耶稣到那里去呢 这个家主到那里去以后呢 他就看了这些人呢 他就跟他们讲 他说你们 愿不愿意替我工作呢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 我一天付你一钱银子 这个一钱银子 就是当时的市场上 非常合理的一个价钱 就是一个人 一天的工作 就是应该赚这么多钱 那么这个表示说呢 这一个主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良心的主人 他不是一个愿意 剥销劳工的主人 他不会因为现在 经济不景气 就减员工的薪水 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企业家 他看到这些人 在那里找工作 他就问他们 要不要工作 如果要工作 一天这么多钱 那么这些人 当然是欢喜快乐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 等了半天 终于有一个工作 当然都是很欢喜的 所以这些人 就欢欢喜喜的呢 就到他的葡萄园 去工作了 那么后来到了早上 十点钟呢 这个主人再出来 那我希望你注意一件事 就是早上一清早就出来 在那里等着要找工作的人 恐怕就是那些 生活上特别有困难的 他们是非常急的 非常希望盼望 能够早一点找到工作的人 所以他们一大清早 就出来找工作了 那么这个早上十点钟呢 可能就是比较懒惰一点的了 十点钟才出来找 那么这个主人也是很客气 虽然你是比较懒惰呢 但是你只要愿意做 我也请你去做 那么所以他也跟他讲说 你就去做吧 我不会亏待你的 也没有跟他讲多少钱 就说你先 因为你十点钟来找工作 因为你十点钟来找工作 坦白的讲 好一点的 比较有头脑 有会计算的老板 是不会要用你的了 你已经太懒了 但是呢 这个家族很好 没有关系 十点钟来我也要你 所以叫他去了 没有跟他讲工资 就跟他说 我不会亏待你就去吧 那这个人 这些工作工的人 为什么愿意去呢 因为你十点钟才出来找事 没有人会请你了 现在有人请你 当然不讲工资 高高兴兴就去做了 到了中午也是一样 到了下午也是一样 最后到了黄昏 已经快收工了 还差一个小时就收工了 这个主人还是去找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主人很特别 这个主人非常的关心 这一些人有没有工作 这个主人 他是非常的关心 这些人能不能够有一个机会 到他的葡萄园去工作 然后呢 到了晚上了 收工了 那么这个主人就说 把所有做工的人都找来 然后从最晚的到最早的 排好队 发工资给他们 那么当他发给最晚的人 一钱银子的时候 我心里在猜 那些早来的人一直在想 哎呦 这个人做了一个送头 他就发他这么多钱 那我们今天做了 至少八个钟头 九个钟头的人 那我们一定拿很多钱了 但是这些早来的人 做梦都没有想到 到头来 他们拿的工资 跟那个 只做了一个钟头的人 一模一样 难怪 这些人 心里面就不高兴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 那么他们抱怨 怎么说呢 他们说我们整天的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人 只做了一个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所以这些人就开始抱怨 那么这件事情 我常常有机会问基督徒 我说你读了这段圣经 你觉得如何 你觉得这个家族 他公平不公平 大部分的基督徒 都会跟我讲不公平 那我就问这些基督徒 当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你觉得你是那个 清早就出来的人呢 还是你觉得 你是只做了一个钟头的人 所有跟我讲不公平的人 都认为自己是清早 就已经进到葡萄园 去做工的人 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看这段圣经 我们先注意这几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 这个家族 他把工人请到 他的葡萄园去做工 你如果仔细的想一想 他是真的需要这些工人吗 在我看可能不是 因为他如果真的需要 这些工人的话 我相信他会花这些钱 去请去买一些奴隶 是固定的在他家的院子里面 去工作 他现在所请来的这些都是临时工 第二 这一个主人 跟所有做工的人 讲的条件 清早进来的人 跟他说 你做 一天 我给你一钱的银子 这是很公平的一个价格 是一个很合理的价格 是对他们很好的一个价格 而且是做工的人同意的 很高兴的 非常欢喜有这个机会做的 后面其他的人 主人没有跟他讲 给他们多少钱 主人随便给他们一点钱 他们也应该满意了 所以当我们注意 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一个主人 他去请了一些工人来做工 是很公平的对待这些工人 第二 当这些工人做完工以后 这个主人是付给所有的人的工资 都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 这个主人 无论是给那个 只做了一个钟头的人 跟给那个做了七八个钟头的人 八九个钟头的人 这个主人没有亏欠他们 其中另外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主人都没有亏欠他的 那么主耶稣他讲 这一段的圣经 对着我们基督徒今天来讲 他的意义和教训在哪里呢 我想这一段圣经 对着我们基督徒而言 相当的重要 我们基督徒要认识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是那个最后一个小时 才进到葡萄园做工的人 我相信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会觉得不公平 我们只会从心里的深处说 哎呀太好了 太感谢了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从早忙到晚的人 我们也许就会有抱怨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侍奉这件事情 今天很多神的儿女 常常都以为是神需要我们 很多神的儿女都以为说 我们是很辛苦的为主摆上 我们何等的劳苦 侍奉 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一件事 神如果真的在各样的事工上 他要把事情做好 他有更好的方法来达成这个目的 我是一个常常有机会到各地去传福音的人 我有一个经验 那就是我越来越深的一个感受 神实在不需要我们这些人来传福音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 你要劝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 离开他所拜的偶像 离开他心目中所追求的那些理想 叫他来相信耶稣 叫他来跟随耶稣 请问你容易不容易 我相信每一个有经验的基督所都知道 好难哦 人莫名其妙的刚硬 人莫名其妙的骄傲 人根本就不管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上帝 人根本不关心耶稣 有多爱他 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人就是不要信耶稣的 神偏偏叫我们这些人 去劝这些刚硬的人信耶稣 真难啊 真难啊 我心里常常在想 主耶稣啊 你希望万人得救 不要这么麻烦吗 何必叫我们这些人来传福音呢 我们传福音好累啊 讲那个嘴巴都讲干了 人家还不一定要信 为什么你老人家不能够派两个天使来传福音呢 想想看弟兄姊妹 主耶稣如果派天使到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的家里 晚上两点钟 这个不信耶稣的人睡得好梦正甜 一个天使就一个耳光把这个睡不信耶稣的人打醒 这个不信耶稣的人一下子眼睛张开 看到一个头上发光 背上还有两个翅膀的天使站在他的旁边 吓已经吓得半死了 然后天使就问他 听说你老兄不信耶稣的 为什么不信 我希望你想想看 假如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那个不信耶稣的人被天使这一耳光一打一问 他怎么回答 马上就开口信信信赶快信了 当然不信 哪个人敢不信呢 假如还有一些人傻里傻气的在那边硬 我怎么知道马祖不可以信 我怎么知道观世音不可信 天使就跟他讲 搞清楚啊 你不要在那边讲什么马祖啊 观世音啊 如来佛那些 都不要讲那些 我先就问你要不要信耶稣 你想这个人就要问了 不信 我从小拜观音的 我怎么要信 天使就跟他讲 很简单 你还要拜是不是 不信耶稣是不是 听清楚啊 三天以内你要出车祸 撞断你的左腿 请问你弟兄姐妹 假如天使这么说 那个不信耶稣的人 你想他还要去拜他的观世音 他是要信耶稣了 我们中国人啊 别的常数没有 我们是好汉不吃 眼前亏啊 如果神真的派一个天使 把不信主的人晚上打一个耳光 这么教训一下 都信了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天使就是跟我显现我也不信 我是大丈夫 威武不能屈 我说好啊 这年头还难得有几个人 长得有骨头啊 我说可以 没有关系 我就跟天使交代一声 三天以后 真的给你出个车祸 真的把你的左腿撞断 然后你躺在医院里面 叫疼的时候 天使再去看你 然后这天使跟你讲 你骨头硬啊 敬酒不吃你吃罚酒 是吧 考虑清楚 要不要信耶稣 再不信耶稣啊 长骨癌 亲爱的朋友 我保证你啊 99.999%都信了 如果还有少数的人不信 也不难 因为神还可以有一个方法做 因为人活在地上 总会有困难的 有生病的时候 有痛苦的时候 有儿女不听话的时候 有婆媳之间有难处的时候 有跟公司的老板过不去的时候 人生活在地上 哪有没有痛苦的日子呢 神只要跟这些 活在痛苦里面的人讲 有病 信我 病就好了 有什么困难 跟我讲一声 就给你解决了 请问你 还有谁不信呢 弟兄姊妹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神如果要叫人信耶稣 他有千万个方法 都比叫你我 去劝人信耶稣容易得多 神为什么不用那些方法 就要你我去做呢 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今天我们都是 最后那一个钟头 才进葡萄园工作的人 换一句话说 你跟我每一个人 都是神根本不需要我们的 是神在他极大的恩典中 他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来侍奉他 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 你就知道 我们在侍奉中 哪里有什么可以不满意的呢 我们有一点点侍奉的机会 都应该满心的感谢主了 在这段圣经里面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 他不只是告诉我们说 这一个主人 他不需要这些工人 他对这些工人非常非常的好 你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第一个进来的工人 他给他的工资是很好的工资了 但是人的心啊 真的是不会自主的 人的心不会自主的 很好的工资 拿在手里面不快乐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 不会以我们拥有的多少为满足的 我们是要跟人家比一比 我们才要快乐 我们要比人家好 我们才高兴 我们如果比人家差 我们就不快乐的 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的神啊 他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神 他是一个何等慷慨的神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这一位的神啊 他不是一个小气的神 今天很可惜 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 不但认为我们所信的神不公平 并且认为我们所信的神啊 很小气 很多基督徒都认为啊 我们的父神 在他那里有许许多多的恩典 跟祝福 但是呢 我们的父神呢 他不舍得把这个恩典给我们 所以他要基督徒啊 拼命的求 恳切的求 迫切的求 等到我们求的实在可怜的 不得了的时候呢 我们的天父啊 就拿出一个滴管 放一滴的祝福 加在我们人生的中间 弟兄姐妹 请你记得 神如果不爱惜他的儿子 已经把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无条件的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神还能留下什么好处 不给世间爱他的人呢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圣灵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一件事 神已经把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给了我们 您知不知道 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 是有神一切的恩典 一切的祝福 人有了神 儿子耶稣的基督的生命 就有了一切的 一切的一切 有一个姐妹说了一句话 非常感动我 她说弟兄啊 有主就够了 我们今天需要认识这个真理 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在那里想 神好小气啊 神这个不给 那个不给 今天很多的传道人 很多的牧师认为 我们的神好小气啊 那不帮我们教会忙 不让我们教会增长 弟兄姐妹 请你记得 我们的神不是小气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慷慨的神 他真是愿意打开天上的窗户 他愿意把珠般的恩典 祝福倾倒在我们的身上 今天的问题 不是神愿不愿意把恩典给我们 今天的问题 是我们这个人 有没有这个容量 来接受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 弟兄姐妹 太多神的儿女 今天对着祷告的认识 是彻底的错误 我们以为祷告 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些东西 是神人来不舍得给我们的 神人来不想给我们的 因为我们很情词迫切的求 结果神拿我们没办法 只好乖乖给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以为祷告是改变神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唱过一条歌 说祷告就是推动神的手 弟兄姐妹 我实在告诉你 神的手哪里推得动 祷告绝对不是改变神 祷告是改变我们 是改变我们这个人 以至于我们里面的生命被主扩充 能够承受神在创世以前 就要给我们的诸般的恩典和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对着神的认识 何等的需要被调整 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 创造天地的神 掌管万有的主 祂不但是一个公平的神 祂更是一个慷慨的神 祂实在是超过我们所配得的 超过我们所应该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